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米 這次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的 算年度的D-Lay賞吧 那距離上一次發雷品賞已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那這一年呢,就是也收集了不少 我覺得真的 用過之後我完全不會想要再回購 或者是用了之後我真的很不推薦的產品們 那其實對我來說雷品的定義 我上一支雷品影片就有分享過就是 我不會隨便評判一個東西為雷品 因為有時候可能這個東西是 嗯,怎麼講 這個東西可能適合我的膚質 不適合別人的膚質 或者是就是蜜糖毒藥理論 不過我今天分享的雷品是我覺得 普遍大家都用了可能不一定會喜歡 或者是說我就是給他很多次機會 但是我真的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接受他的這些產品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次要分享的是 Pony的女王琉璃染唇液 那這算是還蠻新的產品 我先來說說他的優點好了 優點第一個就是 他的外型包裝其實是還蠻美的 就這種霧面的方形平身 然後再來他擦起來的飽和度還OK 然後持久度也很好 價格也不貴 不過他非常致命的缺點呢 就是他擦起來很不均勻 尤其是你唇部條件不夠好的話會更可怕 那我自己給他過很多次機會 即使我擦了護唇膏 他還是沒有辦法擦得很均勻漂亮 所以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款唇膏 再來就是他的顏色 他總有出五個顏色 他其實大部分都是這種 比較螢光感 就是那種亮桃紅啊 亮珊瑚色、亮紅色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是健康膚色的話 不要輕易嘗試 這系列最美的顏色應該就是這個五號 五號色是比較漂亮的那種 早紅色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他非常非常的難卸 他能卸到一般的眼唇卸妝是卸不乾淨的 他可能要用專門的卸唇產品 才可以把它徹底的卸出 等於說他的缺點呢 已經遠遠蓋過於剛剛那些優點 所以這款就是我的毒藥、我的雷皮 那你會說 欸為什麼雷品我還買這麼多支呢 其實就是我之前有收到這個合作 但是我用了之後我真的不喜歡 所以我就把這個合作退掉了 再來第二樣要分享的 也是Pony的這個 女王馬卡龍指甲油 這個指甲油呢就是我自己去逛 那個藥妝開架藥妝店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是覺得他好像在特價吧 反正就買一個回來試看看 結果一試的時候就覺得 雖然他不貴啦 是不會到太心疼 但是這個真的不是很好用 他不好用的原因是因為 他擦起來很不均勻 就是跟唇膏一樣 他擦起來就是沒有辦法刷得很漂亮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持久度也不是很好 那其實因為開架便宜 你好用的指甲油很多 所以他相比就會遜色很多 所以說如果指甲油的話 我個人比較推薦就是 Integrate的那個每一天小指甲 跟最近好像在寶雅有的那個 我在日本戰利品有分享過的 Nailholic 他們都是便宜又好用 然後顏色選擇又多的 但是這個真的是 就是讓我稍嫌失望的一款指甲油 再來下一樣呢 是這次唯一的專櫃產品 是這個 YSL的明膜機密保濕結顏mousse 那間隔來說其實他並不會到不好用 就是他清潔力什麼的都還OK 可是呢 他的致命 對我來說致命的確認就是 他真的太香了 他太香了到 就是那個香味我覺得不是那種 可能精油啊 或者是很療癒花香淡淡的香氣 他是已經甜到已經有點是 你會懷疑他是不是香精味的那種甜度 那我覺得他用在洗面乳 就是結顏產品裡面 這個香味對我來說 我不是很喜歡 因為你睡前你就是希望是放鬆什麼的 他味道就是太強烈了 如果你想要入手他們家這款洗顏產品 我覺得你可以三思一下 再來就是他的價格其實不便宜 這一瓶記得要到1500吧 1500其實這個價格是 可以就是多花一點錢 甚至去買專櫃的保養 就是精華或是雙類產品 可是我不會想要去拿來買一個 就是這種結顏品 所以說你會發現我平常分享的 就是不管是 主要是洗臉清潔的 或是卸妝產品 我大部分其實都會以開價為主 因為我覺得這種消耗品比較高的東西 開價很多就很好用了 所以這算是一個讓我還蠻失望的產品 就是我只能勉強的把它用完 我已經用了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到時候去櫃上灌外水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要買這個 但他們家如果你想要買彩妝以外的東西呢 你可以參考看看他們的妝前乳跟卸妝膏 這兩個我覺得是比較OK的產品 但是這個真的不要買 接著下一樣呢 是Etchel House的20色眼影盤 這盤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討論度也蠻高的 它就是出了一盤冷色調跟一盤暖色調 那因為我本來比較偏愛暖色眼影嘛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暖色盒 那我是在Dream Market上買的 那時候價格我記得大概是 台幣900多 但台灣要賣到快2000塊 那我後面會跟你們講 為什麼它是我的雷品 打開來呢 它是有鏡子跟這樣子 20色的眼影 那你乍看會覺得說 欸這20色感覺還不錯啊 很實用 然後有霧面的啊 珠光也有亮片的 可是呢 我在試用的過程當中 就是它的亮粉 因為我本來對Etchel House他們家 單色眼影期望 不是期望 就是我用的還蠻喜歡的 所以對這盤眼影的期望 當然就會蠻高 就是會覺得說 喔應該跟他們家單色眼影 不會差到 品質不會差到太多 結果一用之後呢 它這盒的這種亮粉 真的很顆粒大 然後又很粗糙 我隨便拿幾個顏色 它就是粉壓得很不密實 然後你會覺得 顯色度好像很夠對不對 我跟你說 它用手指畫這樣顯色度OK喔 可是你拿刷子刷到眼上的時候 它非粉極嚴重 然後它的粉是沒有辦法畫得很均勻的 所以這款就是讓我買了 還蠻失望的一樣產品 然後除了亮粉之外啊 這盤霧面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也有少數幾個顏色 是沒有辦法刷均勻的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一盤CP值非常低的眼影盤 你不如就是那個錢拿去買他們家的單色眼影 然後選真的粉質比較好 然後比較適合你的顏色的 這盤就是可惜呀可惜 而且如果在台灣買的話 我就說它價格要到1980吧 這一盤1980那個錢 我真的強烈建議 你不如拿去買專櫃的眼影 接著下一樣呢 是這個Rossi Rosa的迷你睫毛夾 那這個睫毛夾呢 我那時候買來是因為 你看它是這種小小的 就是你可以拿來夾眼頭眼尾 那種比較短比較小的睫毛 那因為我本身是屬於 睫毛比較細軟 所以說這種睫毛夾 那時候我想說買來應該可以對我蠻有幫助的 因為我想要把我的所有睫毛都可以往上夾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有濃密的效果 然後我就買了這支來用看看 結果一用著呢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就快要被它痛死了 你看它外型 它是做這樣子 它就是有點像是 一般的睫毛夾 可是更小一點點 可是它的構造我覺得很奇怪 它的構造是下面是這種 就是橡膠 然後上面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金屬 那你在夾的時候呢 它是會 有點像直接切下去你的睫毛 然後你夾上去之後 它會變一個直角的感覺 那你就沒有辦法夾出那種很漂亮的弧形 第一點我覺得這個很不喜歡 第二點就是它這個金屬 你直接夾上去的時候 它非常容易去夾到你的眼皮 然後也非常容易去夾到你的睫毛 所以說這個我用了大概 一兩次 兩三次 就是我試了 真的沒有辦法把它夾好之後 我就放棄它了 這個真的很難用 然後它的品質我覺得 不是到很好 因為我之前買過他們家的一些 就是蜜粉刷或是腮紅刷 那種膝帶型的我覺得還OK 因為他們家就是比較常出這種彩妝工具 如果你也是想要買這種小睫毛夾 或是你有用過好用的這種小睫毛夾 可以推薦給我 這個 真的 我真的不喜歡 它用的真的讓我痛了死了 好那既然都講到彩妝工具 我就順便講另外一樣 是這個 The Face Shop的眼影刷 那這個眼影刷也是我在Gmarket上買的 那時候我就是想要找一個這種扁型的眼影刷 然後呢 我買了之後我就很後悔 刷具我應該盡量都是現場買 因為你現場買才可以去摸到它的這個 怎麼講 毛質 然後你會去看看它紮不紮膚好不好摸 然後毛的濃密度怎麼樣 然後我收到了這個之後呢 我一晃 我眼睛快要被它戳瞎了 它是那種 它的 你看它的刷毛是這種扁平型對不對 然後你在刷你的 喔我又被刺到 你在刷你的那個眼影的時候啊 它的毛真的有夠刺的耶 這真的是我用過史上最刺的眼影刷 它怎麼可以這麼刺啊 它是那種 你這樣刷上去 你就可以 你只要那個毛的尖端碰到你的眼皮 你就會覺得 一直這樣 好像被針刺到的那種感覺 這個真的很不ok 那很多人想要請我推薦刷具或是什麼 就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來拍個主題影片或是 我再用圖文的方式分享 總之這就是 我史上用過最刺最不舒服的眼影刷 就是它了 給你冠軍 接下來下一樣呢 是Nissifree的完美三重呵護防曬霜 那這個我也是在Gmarket上買的 Gmarket就是你知道 你會看到有時候價格不貴 就會就是不小心失心瘋買的一些 就是你沒有特別做功課的東西 那它擠出來呢 是那種 你擠不出來 它擠出來呢 是感覺比較偏稠的乳液 然後推開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比較乾爽的那種霜狀 那你一開始會想說 它是防曬霜 那它應該保濕效果還不錯吧 錯 它推開來之後呢 就是很乾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水分的感覺 那你想說 那這個比較乾爽的應該可以在夏天用 不對 它就是沒有什麼水分的感覺 可是它是會有悶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有一個 擦上去防曬的那種存在感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到底是應該要什麼季節用它 就是用起來的感受是 你想不到它有什麼季節可以用它 你冬天用呢 它又沒有可能有一定的保濕效果 你夏天用呢 霜淚成分又有點太過厚重 所以它就是一個非常迷樣的防曬產品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迷樣的點就是 它是三重呵護嘛 它三重呵護其實就是 它有防曬效果之外 它還有美白跟抗皺 但是一個防曬乳 我到底要求它要美白或抗皺效果 幹什麼呢 這個就是拿來保養用就好了 所以它 我給大家結論 它就是一個迷樣的防曬產品 因為防曬好用的真的太多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的不OK 就是聽說他們家的向日葵系列應該比較好用 或者是如果你們有過什麼其他的好用的話 也可以跟我分享 接著下來是 MAYBELLINE的終極摩天龍防水睫毛膏 那這一款呢 就是其實它在網路上的評價不會到太差 可是這一個呢 算是我自己用過MAYBELLINE他們家的睫毛膏 就是他們出非常多款嘛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一款 那先說它的主打特色好了 它的主打特色就是 中極濃密捲翹 然後根根分明 然後防水防暈 那我自己用完呢 我覺得它刷起來 先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刷頭 很特別 它是這種 怎麼講 螺旋形 可是它只有上下 這樣兩邊有刷子 它不是整個全部有這樣刷頭的 它你刷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 的確有濃密的效果 就是你的睫毛會變得比較厚實 可是它幾乎沒有纖長的效果 所以說如果你本身睫毛 長度沒有很長 會用它就是一樣 還是會短短的 只是會變比較濃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它刷起來對我來說 是會結塊的 所以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 會結塊的感覺 因為它結塊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眼睫毛上 感覺好像髒髒的 然後有一粒一粒的那種感覺 所以 這款是我用了 比較失望的一個睫毛膏 那Maybelline他們家我目前最喜歡的應該是這一款 最新的 我突然忘了它的名字 最新的出了這一支 我在前陣子的影片好像也有分享過 這個是我近期幾乎每天化妝都在用這款睫毛膏 這一支已經快要被我用完了 它的刷頭是這種 梳子型的 那我後來發現 如果你想要根根分明的話 其實梳子型是比較能讓你的睫毛不會打結的 然後它刷起來是會比較 怎麼講 就是會這樣直直的往前翹 那如果你的睫毛本身是比較濃 或者是比較容易打結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嘗試看這種梳子型 然後它的一個優點就是 因為很多梳子型是會 睫毛膏會太濕 但是它的這個睫毛膏不會到太濕 所以說 它你夾完睫毛 它這樣刷上去 還是會有捲翹的效果 所以我目前最愛用的是它 那這個就只能跟它say sorry囉 再來下一樣也是Maybelline 因為他們家其實出還蠻多產品的 所以 出現雷品的機率可能會稍微高一點點 那這一款其實我一直有在猶豫要不要把它放在雷品 我先 跟你們說到底是什麼好了 它是他們家的極戰社金屬霧光唇膏 這個應該是更新的產品了 那這款產品呢 其實那時候我也是收到合作邀請 然後我試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還是把它推掉了 因為 這款金屬霧光唇膏 我先說它的優點好了 它的優點就是它的顏色還蠻漂亮 它出的金屬顏色都是漂亮的 然後它也可以多功能用途 就是你除了擦在唇上 你也可以拿來當作 譬如說打亮 甚至如果有些人眼皮比較沒有那麼油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當作眼影 比較亮的那種眼影膏的感覺來使用 但是呢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 有一好沒兩好吧 它很多顏色其實是不太適合直接擦在唇上的 譬如說這一支 White Gold 這一個 你們看這麼淺的顏色 根本就是可能先一大半的人的唇色就遮不住了 然後再來就是 它這個顏色擦在唇上啊 不是這個顏色 這系列唇膏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顏色 擦在唇上它是沒有辦法很均勻的 然後會很乾 然後很顯唇紋 尤其其中有幾個顏色我試起來 我會覺得它的金屬光並不是那種漂亮的感覺 是有點濁濁的 就是你感覺不太到它有那種漂亮的金屬光澤 可是反而會讓人家覺得說 欸為什麼你嘴巴感覺是霧霧的 然後髒髒的 沒有那種很美的那種金屬光澤 那像我的替代用法 我可能就是譬如說這一個 比較亮的 你可能可以拿來當作臉上的打亮產品 可是因為它都是霧面的 所以你打亮的那種亮度 又沒有辦法像那種珠光的打亮 或者是那種打亮液 那麼漂亮的那種光澤 雖然對我來說就是一款 我個人就是 並不會到非常喜歡產品的時候 就把它退掉合作了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們去試這款唇膏啊 它有一個很妙的一點就是 其實它刷在手上 不會到不好看 就是你刷在手上的時候 會覺得它顏色都還不錯 可是你真的實際試在嘴上的時候 它 怎麼講 它就是一款試在手上 比試在唇上好看的顏色 所以很多人可能試在手上覺得很好看嘛 有時候回去會有點虛妄 那真的如果你還是想要嘗試看看的話 他們這系列 應該我試過 我覺得比較OK的顏色是這個吧 Copper Spark 這個是比較帶南瓜色 這一支顏色是我這系列唯一 稍微比較可以接受的顏色 但是我還是不太會擦它 因為它對我來說真的是 太乾太鹹唇紋了 好 最後要來分享的是 NYX的卸唇霜 那這算是他們家應該比較冷門的產品 那因為我那時候想要找一個 可以卸比較難卸的唇彩 或是持久唇彩專用的這種卸唇霜 我就買來試用看看 裡面的包裝很像那種 擠出來那種 像Kiehl's那種 唇部護唇膏的那種感覺 它是這樣卵罐擠出來 然後擠出來之後呢 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卸在 你想要直接擠在嘴唇上 或是直接擠在手上去把它 塗抹推開 我發現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它是那種裡面有小顆粒的 所以你在卸的時候會有 怎麼講 可以去角質的感覺 然後它可能是 目的是希望讓你的嘴唇 可以變得比較 嫩 比較滑順一點 那我覺得這一個 我不喜歡它的點就是 它的卸除效果其實並不是很好 我本來對它期望還蠻高的 因為NYX他們家出很多 那種持久的唇彩 我想說他們家出了這麼多唇彩 他們卸唇的應該效果也不錯吧 結果我試了它之後 我發現很多持久的唇彩 其實它沒有辦法卸得很乾淨 或者是它要卸非常的多次 多次到我已經 好累喔 就是想要放棄人生的那種感覺 那種累 加上它在裡面加了那種去角質 有時候你卸了太多次 其實是會讓你有點 皮膚 不是皮膚醉 皮會變得比較薄 會比較脆弱的感覺 所以這一款呢 我是沒有很推薦 如果你們想要買的話 因為我覺得如果它的卸除力沒有到很強 那我用一般的眼唇卸妝就好啦 何必買到這個 那如果你想要買那種專門卸持久 或是難搞唇彩的話 我真的是比較推這一個 MISSHA的 就是我會忘她的名字 就是也是他們家的卸唇液 這個現在在屈臣室就買得到了 然後這個也不貴 這我記得好像七十塊吧 反正就是幾十塊就有一個 然後它就是屬於 它不是膏狀的 它就是液狀的 液狀的擠出來 嗯更偏向凝膠狀 然後一樣是這樣子把它唇彩推開之後呢 你再用水或者是用紙巾去把它擦拭掉就可以了 正卸除力就是真的比較不錯了 我幾乎難搞的唇彩 靠它都可以卸得還蠻乾淨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的年度雷評賞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就是可以少採一點雷 那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我非常主觀的使用心得跟想法 如果我有介紹到的東西是你個人很喜歡的 那沒關係你就繼續用下去吧 因為個人喜歡最重要 那其實我平常在介紹產品的時候 我都會特別去講他們的優點啊缺點啊 或是適合什麼樣的人 那其實你要避免採雷評的方法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要先了解自己適合什麼 而不是別人說什麼好你就跟著買 所以不管我之後分享什麼一樣 就是我分享的東西你真的評估之後 覺得適合你自己再下手 才可以減少採到雷評的機率 好啦那就這樣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還是記得要記得的 按讚 然後按讚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